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像来表现在特殊剂情的淘气上面 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标本 它应该具有相当特殊的意涵 刚刚彭先生给我们做了很多有趣的推论跟解释 接下来我们要请到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馆长 林开氏教授来跟我们谈谈 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所典藏的台湾族重要的果把 这些标本 这些重要的文物离开家里以后 我们是否有机会再重新跟他见面 重新理解这些标本 这些文物 在我们原住民社会的意义 我们就请林馆长跟我们仔细地说明 伊昌兄 还有彭先生 我是台大人类学博物馆的馆长林开氏 那我今天就来介绍我们馆里面藏的两件来自排湾族的果宝 那这两件我早现在目前都在我们的民族学展厅里头 那第一件博物馆叫做排湾族家平族舍 金鹿乐头目家的四面木雕祖灵柱 这个木雕祖灵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 它是金鹿乐家属头目家屋的侧柱 那根据部落传说跟骑老的记忆 它应该是创世的女祖先 玛盖 玛盖盖立像的雕著 那这个雕著有一个形态 就是四面 就像四面活一样 它四面都是相似的雕著 那就是那个祖先的那个像 那人像很清楚地看到 他双手都平举在胸前 那手掌有六根指头 然后两腿是笔直的站立 然后手腕的处有竖圈的平行的纹饰 然后腰有竖带 那这个祖灵柱很明显 它原来是放在家平族舍的 大头目的家屋里头 那是大头目家屋五只祖灵柱当中的一只 那其他的三只其实是男性 然后两只是女性 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五只当中的一只 我再介绍第二只 第二个国宝是旺家族舍 加鲁瓦安头目家的双面祖先像的石雕柱 是石头的雕塑 那它原来是设在 也就是树立在旺家部落旧舍 阿鲁瓦安头目家 那个家屋面前的祭台 那是一块沙岩 用沙岩雕塑出来的两面的一个祖先像 就是男祖先女祖先双面的像 那这个是树在家屋前面 是地位跟尊贵的象征 然后这个两祖先 你也可以看到他戴着羽毛 然后有那个羽毛的帽式 然后两只手也是平举在胸前 然后腰上有纹饰 然后有腰带 然后双膝跟脚的那个关节的地方 又有平行的这个线条式的纹饰 OK 那是相当精美的两件国宝 那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两件国宝 都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譬如说他们在手腕跟膝盖的地方有纹饰 然后有六根指头 或者是带着羽毛 那一个是放在家屋内部的立柱 换句话说 这个立柱其实是头目家的人 在跟他们的祖先致敬 在跟他们的祖先是在头目家屋里头的 那另外的十柱呢 他反而是放在家屋外面 他是立起来的 所以他是要跟对外展示他的权威 他的尊贵 那我刚才特别提到说 手腕膝盖关节的地方有纹饰 有这些地方 你看他都有非常清楚的纹饰 那这些其实是排湾族的贵族 才能够拥有的一个装饰的权利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纹饰呢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牵涉到了排湾族的神话里头 谈到说创世纪的时候 第一次的造人是失败的 那生出来的人其实是 因为是兄妹结婚 所以生出来的人 其实是不太正常 所以在关节的地方 眼睛会长在关节的地方 所以因为长在关节的地方 所以失败了 所以后来创世者就再度的制造出来 那可是因为有这一个传说 所以所有后来的排湾族的贵族 常常就在他们的关节的地方画纹饰 表示他们跟这个神灵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 然后我要现在开始在讲 这两个柱到底是哪里来的 那是怎么收藏到的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嘉平的那一个祖灵柱 他是在1932年台北地大的土属文种研究室 跟日本的收藏家买到的 那当时候记载非常简单 只知道说他是来自高雄 潮州郡的排湾族的嘉平族社 只有这样子的讯息 可是后来的学者 到了那附近去调查的时候 确定了一件事情说 这一个柱其实是来自于 君路乐头目家会器的家屋里面的 所谓会器就是因为 君路乐头目的家 它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家屋 那所以这一个柱 其实是在旧的废弃的家屋里面 所以那个古董可能是那个收集的人 去那个地方把它买回来的 要回来的 所以这个是当时候 这个四面祖灵柱的来源 那双面祖先像的石雕来源 那就又不一样了 它是帝国大学遗传子之障 在1929年 它到现在的嘉平的南边 也就是当时候的那个 已经归顺的那个部落里面 已经废弃的遗址里面 因为当时候旺家部落在过去 是个非常强大的部落 它的势力曾经来到南部这里 可是后来旺家的部落往北边 它的势力往北边走 所以这一块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废墟 可是头目的家屋还在那里 所以就有一个晦气的家屋在那里 那当时候遗川教授他们到达那个 晦气的地方的时候 发现有了这个石柱在那里 所以呢 他们就问了这个旺家部落 以及当地的官府说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搬走 那他们说没有问题搬走 那于是他们就把它搬回去 台大的土树运种式的 标本室里头 所以我们可以 从这两件事情来 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收集的来源 其实都是已经废弃掉了头目的家屋 它的情况不是很理想 所以今天我们在收集它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 虽然我们现在有当代最进步的设备 然后标准的这个什么 横湿横温 但是这两个收集的 这两个产品的状况 目前都很脆弱 比如我们注意到 譬如说 嘉平的那个木头的主灵柱 其实它的木头 有非常多的毁损的地方 然后你也看得出 它也觉得地方有唬烂的现象 所以它是蛮脆弱的 然后那个石碑 其实那个碑石 其实也是有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沙岩 它经过长期的风沙 那个风化 其实它的这个 生殖的部分 也就是那个性针的那个部分 其实已经相当模糊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两个文物 其实都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状态 那虽然现在进入了博物馆宝藏 还是非常脆弱 那台大人类学博物馆 要谈这个 为什么会变成 国宝婚礼跟国宝结拜 就必须要谈到 台大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个转型 那台大人类学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在日治时期 土俗这种研究室 基本上是一个标本陈列式 那这个标本陈列式 到了战后 台大人类学系 基本上还是把 这个陈列式 当成是个标本陈列式 可是在2010年的时候 台大人类学系 决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陈列式 转变为成一个博物馆 也就是说 从一个原来只有学术用途的 要转变成是一个公共的 开放的 可以让大众来参观的 于是 这个博物馆就要开始转型 它要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那时候国家又开始通过了 文化资产保存化 所以积极地鼓励大家 来上报 来报这些古物 把它登录古物 然后 于是台大人类学博物馆就决定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仓品里面 两件最珍贵的 排卵族的这两件 祖灵的石柱跟木柱 把它登录为国宝 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学术单位 我们不是说 我们找到一个最漂亮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登录了 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文物带回去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就原初的那个社群在哪里 那我们要征询他们的意见 征询他们认为 他们要把他们声报为国宝 他们统一不同意 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所以于是在2014年的时候 台大人类学系就在胡嘉瑜教授 跟童云昭教授的领导下 我们就开始往这一带 尤其是嘉瓶部落跟旺家部落 去征询意见 那其实开始接触的时候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问题 因为这两个部落 其实都经过了非常长期的 千春基督教化的问题 所以他们传统记忆都消失了 所以嘉瓶部落的时候 嘉瓶部落在1950年代 其实是80%以上的人 都已经信了天主教 所以他们已经没有灵媒 没有无私 那其实在经过了访谈的过程当中 后来童云家里面 真的有人开始有记忆 因为他曾经住过旧的 那个晦气的家屋 所以他记得说 这个家屋里面有这些像 那他辨认出来台大的 这一个像 这祖灵像其实就是Mogai Mogai就是嘉瓶部落创色 创色的女主仙 所以大家就豁然开朗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她 然后其实大家第一个反应 其实是希望说能够归还 应该要归还给我们 可是问题是 大家都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归还了几乎就完蛋了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文物 那你归还了以后 没有设备 没有资源 没有人员可以去照顾它 那其实归还了不要多久 这个文物就已经完蛋了 所以当时候大家就在 就是很矛盾的情况 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于是后来族人商讨的结果 就觉得说好吧 那我们就让台大去申请国保 然后也许这个东西 还是留在台大博物馆里面 比较好 可是这件事情 其实对族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 大家觉得非常地不舍 那也同时也觉得非常地骄傲 要变成国保了 那又骄傲又不舍 这种情感 于是在讨论 大家在集体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大家突然就觉得说 这种情感就跟当年 要嫁女儿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非常非常地像 于是有人就突出其想说 那不然我们来办个婚礼吧 他们台大要把我们的祖先留下来 我们总不能平白送给他们 叫他们来取 把他们取走吧 于是他就 于是部落就跟台大说 那你们来办个婚礼来把他取走吧 那于是台大那时候就 其实对台大来是一个非常吸引 一个非常吸引的事情 台大一层一层上去 往上报 那居然台大校长居然非常乐意说 他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于是这件事情就变成到了台大校长的层级 那于是在2015年9月12号 于是你世界上首见的国宝文物婚礼 就由台大校长跟来自部落的四面 木雕祖邻住来结婚 那你可以看到 我提供的照片里面 你可以看到那个婚礼非常地隆重 然后就是遵照传统最珍贵 最尊贵的一种婚礼 就是大头目家的大女儿 出嫁的那个规格来办的一个 非常盛大的一个婚礼 那2014年我们也同样反问了旺家部落 那旺家部落类似的情况 其实他们也千春 而且那个头目的家 因为他们合纵连横 他们其实又改变了 连家名都已经改变了 所以那个 加鲁瓦的那个头目家 这个名字其实已经不在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都不知道 是什么一回事情 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在彷徨当中有人想到说 那也许应该这种东西是头目家的 所以应该找到头目家的成员来谈 那于是头目家的成员来 看你会发现了 他们还有那个记忆 就是我们的家的确以前是叫做 加鲁瓦 OK那的确我们的家屋 家屋的闷前的确是有这一个 很漂亮的石柱 于是大家就重新 甚至于重新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旧色 然后这个旧色现在其实是 其他的头目在那里 所以去肯定说 没有错 这就是我们当年放在这里的 那个对不对 然后确定了以后才定下来 那而且因为大家都已经熟悉 比较已经略为熟悉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旺家部落也同意说 我们来提报国宝 那可是旺家部落提出说 可是我们要求这个祖先像的石柱像 必须要互置一份留在我们这里 然后而且举办一个仪式来确定说 祖灵愿意回到这个石柱上面 那所以2016年10月15号 头目家团跟台大 就透过传统的台湾族结拜仪式 然后缔结为一个伙伴的关系 婚礼跟结拜其实产生了非常多 对我来说非常正面的效用 第一个是他重新连结了祖先的遗物 然后开启了文化复兴的运动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部落的成员 头目的家 头目的家里的成员 大家开始是回忆 那个历史回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要去把神话跟文物连在一起 然后他们要去旧色寻耕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就把他们过去 几乎已经遗忘的东西 慢慢地带回来 那而且在这个地方 透过婚礼跟结拜 这两个非常传统的仪式 使得他们把原来 几乎已经消失掉的一些文化 几乎把它带回来 譬如说颂歌 唱的歌 跳舞的步 那还有 还有那个仪式的做法 那其实这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了 他们因为这一次的婚礼跟结拜 他们都再度把它重建起来 所以旺家部落 还甚至于为了这个石雕 放到他们的部落里头 他们重新去做了他们的祭场 就是祭祇的场所 然后在这个祭场里头 他们也宣布他们要重新举办 已经很多年很多年 没有举办的五年祭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个非常棒的事情 那青少年也重新死回传统 就是说他们突然觉得 原来他们祖先有这么精彩的文物 有这么棒的仪式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都加入了 所以他们融入了这个过程 所以青少年也开始对他们的传统 非常地重视 那另外台大人类学系也跟部落 别人的倾家跟伙伴 于是我们双方都互相地持续地 拜访跟资源 那我们的学生们会参加他们的青年会 他们的青年会成员会到我们台大来访问 然后我们会每年的收获季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看他们 那最近是因为疫情 所以这两年好像没有办 不过我想疫情结束以后 我们应该会持续继续办理下去 那婚礼跟结拜这件事情 其实带来了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值得我们来反思 第一件事情是说 原住民文物归还的问题 这一个结拜跟婚礼 是不是一个另外的可能性 全世界各地现在都在面对 就是原住民文物 因为原住民的文物 其实丧失都是在一个殖民的情境 在一个权力 经济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之下丧失的 所以现在当代 大家在转型正义的概念下面 大家都希望这些文物能够归还到部落 可是归还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它马上第一个问题是 其实大部分收藏的文物 其实它的来源 就是它当时候 收集的脉络是不清楚的 所以你今天你要拿回去归还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是哪里来的 因为它是古董商来的 它是偷来的 它是抢来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哪里 它非常会到模糊 所以它归还的那个方式 本身要归还去给谁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刚大家遇到的问题 就是归还的以后 其实因为没有好的设备 没有好的资源 其实这些归还的东西 是很快就会破坏掉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婚礼跟结拜 虽然把东西留在了博物馆里头 可是事实上 这个前提还是建立在一个 部落跟博物馆之间 资源不平等的一个状况 是要发生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要做婚礼跟结拜 这样的事情是需要双方 就是博物馆的这一方 跟部落这一方 得到相当程度的信任 那需要长期的 也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才有办法做到 那所以这也不是一件 说要做就做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复制的事情 那所以这件事情就牵扯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博物馆在当代 其实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 它已经不是再是一个静态的 在等着给大家来看 然后做好给人家看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博物馆它到 把东西带出来 而且它主动地介入 而且主动地去协助部落的文化振兴 那我觉得这是博物馆一个新的任务 这是大家可以重视的 那最后我再谈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文物到底是什么 尤其是一些神圣性的文物 因为大家好像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关心的问题就是是谁的 我的是你的 然后一盖博物馆流 还是部落流什么 这个东西 可是对我们来说 在这一个讨论 在这个讨论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祖灵有没有在这个文物上面 祖灵会随着我们文物来吗 这个祖灵是不是真的祖灵 然后它是哪里来的 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 祖灵到底有没有跟着我们来 它有没有回应我们 所以换句话说 文物身上它不再只是一个文物 一个简单的物 它其实伴随着一个 伴随着一个这个文物 它后面有一些灵性 有那个力量在里头 那个力量不是一个 简单的说客观在那里 你找到它就会来 这样子 它其实是一个需要 我们有心 我们有知识 有部落 有博物馆 大家共同起来 想象 然后揣摩 合作 然后慢慢慢慢地 把这个灵性找出来 那它相当程度上的 决定了我们可以怎么做 所以东西在哪里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反而是我们到底怎么样 去面对那个文物的灵性 大家觉不觉得 雕刻上面人的样子 手摆的位置 以及身上的装饰 汉时尚博物馆的那一件 青铜刀柄像不像 可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最后结果会是怎样 大家很徬徨 很徬徨 不晓得竹林究竟怎样 回应我们 对 回应我们 不知道 大家是在这样的过程 慢慢去 这样子找出一条路出来